今天是2024年7月5日星期五 今天焦点继续有我 周天惠为大家分析时事 今天我们想和大家说两宗罪案 第一宗是轰动香港的 将军奥绑架案 我们除了会说案件的来龙去脈之外 也会说这宗案带来了什么启示 第二宗案件是关于港大京管学院 有人以假学历入学 校方经过调查后 发现到今天大概有30多名学生 涉及提交假的学历文件 估计最终会有80至100个学生涉事 亦都两人已经被捕 究竟这件事件会带来什么影响 今天也会和大家看看 入正题之前 我们先看一看英国大选的情况 英国大选在香港时间7月5日 即是今天早上的5点结束 截至拍摄节目这一刻 飘战调查结果一言外交所料 工党就大胜保守党 在下议院拿到410席 保守党只得131席 预料工党党魁61岁的Kia Starmer 将会成为新任的首相 亦有媒体报道现任的首相新伟成 会在日内辞去保守党党魁的职务 英国之后的政局社会 尤其对中国的立场会有什么变化呢 我们就会在日后 会和大家密切地跟进 我们转过来看一看 将军澳的绑架案 7月3日 将军澳广场有一个3岁的男童 被一位身份不明的女子老走了 对方留下字条 指示男童的家长不要报警 要用市值超过500万港元 66万粒加密货币 泰达币支付负金 警方在同一日的下午 大概4点半接到报案 经过调查之后 就已经锁定了两名的疑犯 相信当时就有人 趁着男童的妈妈 不为意强行老走了的男童 接着就放她到一个BB车里 推去公园 与另一名涉案人士会合之后 就将男童塞入了一个行李箱 带去附近一个单位 在7月4日清晨大概5点20分 警方就破门进入涉案单位 救出了男童 拘捕了两名涉案的女儿犯 之后男童亦都获安排 去医院检查 情况稳定 至于两名涉案的女儿犯 都是38岁 无业 其中一个就是本地的女子 亦都是涉案单位的租户 另一个就是持商情证 警方就相信案件是涉及财务问题 亦都是有预谋的犯案 暂时就没有证据显示 他们是认识这个男童的家人 亦都没有发现有其他的疑犯涉案 过程之中 男童的家人亦都没有交财务 这宗案件带出了三个启示给大家 第一 为人父母真的要很小心 去盯着他们的子女 就算香港的治安 好过不少的地方 但防人之心不可无 尤其是根据现在的案情 两个疑犯 如何选中这位受害的男童 似乎都是不知原因的 父母的不小心 可能会令到自己后悔一生 好像7月1日 有位爸爸带两个儿子去游泳 之后就发现其中 7岁的儿子浸亲 送院之后就不治 有说男童趁着父母不回忆 就去了深水池 现在正值暑假期间 真希望各位的父母 真的要特别小心 第二个启示就是天眼的重要性 其实疑犯可以在光天化日之下 这么大胆 是否觉得香港的天眼 对比在内地其他地方少呢 以为自己这么猖狂 就不会那么轻易被警方查到 不过虽然警方未有公开破案的关键 但网上流传一张当日疑犯抱走的男童的照片 正正就是由闭路电视拍下的了 相信天眼对追踪疑犯的路线 起了非常之大的作用 而警方计划在今年之内 在全港615个地方安装天眼 保安局局长邓炳强透露 当局会在2024、25年度 在全港安装2000部的闭路电视 而未来会以每年安装2000部为目标 记得今年年初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 透露计划时引来部分人反弹 质疑所谓警方侵犯私隐 但经过这次案件 相信大家都体会到 天眼对破案的帮助 与其违反而反 不如看看实际的成效更好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香港警队是绝对有能力守护香港的 自从成立了国安署之后 加上不少人涉及国安案件被捕之后 不少的网友都批评 大笔的公帑用在警队身上 说警队只懂得守护国安 而不懂得捍卫治安 就好像网友潘小涛在自己的社交平台里面 就这两天发生的案件 他这样说 又飙心又假学历又行黑 想怎样 受恨内地人之余 相信也不少得仇警心态 因为立即引来留言 他说国家安全了 但市民学生不安全 我们先不要说美国英国 其实日日都有不少的罪案会发生 这次只是警方 只是用了13个小时 就闪电破案 还成功救出了这个男童 已经证实了警队的能力和实力 更加反驳了黄友这些歪论的最佳证明 其实黄友批评警队 不过是得把口 发生了事都是要找警察 整天就是没有事黑警 有事报警 来到今天这个对黄营最大讽刺的句子 从来都是没有变的 好了 我们讲完绑架案 就看一看假学历案 今年的5月 网上就流传有人成功用假学历 报读香港大学碩士课程 港大金管学院院长蔡鸿斌 接受访问的时候就表示 那天就目前来说 涉事学生都是中国人 而涉嫌偽造学历的中介是来自内地和海外 没有发现涉及本地的中介机构 昨天警方也证实 拘捕了两名涉嫌使用虚假文书内地女子 她们都是持商情证来到香港 其中24岁姓吴的女子上个月 已经在东区裁判法院提堂 蔡鸿斌也有提及 一份补录取合同 收费至少是50万 现在估计有80至100名学生涉案 即单计经管学院涉及 已经是4000至5000万的中介费 她又形容中介造假手法 隐蔽性极高 又说有中介两头欺瞒 向申请人隐瞒制作假学历 也有部分学生或家长对造假知情 甚至参与造假 经过今次教训 蔡鸿斌表示 会加强复核学生的学历 未来获取录的学生 除了要提交毕业证书和成绩单证明 也要提交学信网 留伏等第三方平台学历认证 学院亦会与部分学生进行面试 虽然说不可以一触高打一船人 但如蔡鸿斌所说 其实今次的影响一点都不小 假学历申请蔓延到海外后 将会对中国学生的学术诚信 有很大的负面影响 绝对不可以看小 其实用假学历自欺欺人 入到知名的学院 不单止对自己没有帮助 因为自己的能力 未必可以应付到学院的课程之余 一旦被人揭发之后 拿不到证明之余 可能是案底伴随一生 以身事法 永远都是人生最愚蠢的选择 如果真是想入读心仪的院校 就应该凭自己的实力去做 要知道自己的所为 除了会影响自己之余 更加是可能会影响国家的声誉 四个字赠给大家 发奋图强共勉之 好了 今集的今天焦点来到这里 希望大家有一个Happy Weekend 我们下个礼拜一再见 拜拜 拜拜